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web2.0跟web3.0有什么分别 web2就是说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youtube平台 youtube平台就是一个web2.0的一个很typical的example 为什么因为好像我拍了视频以后上载到他们youtube里面 如果我的订阅的人数的数量有一个数目 还有每一年我上载的时间是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有权去分层 但是这个分层不是我想要多少就多少 是youtube它按照它的机器它分配你多少就多少 web3.0就是不一样我如果有一个群众有一个圈子 我在里面去发布的时候定价权就是有其有人素材的其有人去有一个话语权 web2.0跟3.0最大的分别就是说你在web2.0你是没有这个话语权 得益最多的就是这个平台其有人 但是web3.0就是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权 比如说你做一个NFT你就可以告诉大家我的NFT的定价是多少 人会不会买你怎么说 其实这个就是要讲你有什么多大的这个谈喷的能力 我如果没有放东西在youtube里面我是一个素人来的 人家不认识我 但是youtube里面它有一个平台你自己建立的channel的时候 你会吸纳youtube里面那么多的用户把它编成你的粉丝 要圈粉那么其实youtube这个平台帮了你很多 所以它占这个分大部分我觉得也是无可口废的 如果你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你是刘德华你就可以 我不依靠youtube我就可以自己做一些收费的平台 收费的NFT去收费这个手势两样 有一个创作者叫陈焕仁就是Henjin 他说就创作人给平台拿了一大部分 WebErding也拿了一大部分 所以为什么他想要去创造NFT 想在Web3.0里面把这些应该他们才有的钱把它拿回来 我觉得有一点对但是大部分我觉得我是不赞同的 因为如果没有youtube的平台你是不可以接触到那么多人 你的信息不可以那么深处的发放到其他人 你可以把我们叫public domain可以把它拿到你自己的粉丝 如果你能圈粉的话你就有这个以炸能力 你不能说你还没有红的时候你要分多少多少 你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及格去谈这些东西 最主要都是看你有没有以炸能力 现在很多人说要去中心化什么什么 但是最后是靠你有没有这一个号召力 有没有这个魅力去搞一些NFT也好 有没有群众去捧你墙 没有群众捧你墙的时候你什么也不是 今天我想讲的web2.0跟3.0的分别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再见拜拜 拜拜